指揮中心強調疫苗殘疾使用 僅限醫療院所當日鎖開最後一瓶 以公告優先族群為主 才能往下開放滿十八歲 為列入優先類別的民眾接種 而中華職棒預定六月二十九號複賽 能否順利閉門開打 指揮中心仍在研議中職提交的防疫計畫 原始新聞主顧許家榮臺北市採訪報導 開箱消災 感谢观看